又是我未來同大家來玩玩玩這環節 這要農曦跟大家繼續玩的是 這個馬克法蘭出的干板 就是約 круг 《手機et rain》 大概是1980 Promise Deputy 那麽是蝙蝠俠與羅賓裏面的製作 這套idores不是 End Tarip 而是Amazon是今個月大概12月派貨的 我亦都很有幸買得到 不是怎樣需要捱炒價 今期想和大家介紹的獨藤女這個問題 那盒都沒什麼好介紹 先抽這東西出來 把卡片和單紙不開 抽起來 背景方面是沒有的 它的組合是冷凍人 把卡片放在地上 先抽好 這一個組合的組合 我覺得是可惜的 應該說這一個 冷凍人設計 authors有些可惜的 就是這種是胸口 不是用透明件,而是透明藍 類似頭盔這一種透明件 就很完美、很漂亮 這裡有兩邊的遮掃位 大概就是這樣 到時都會有單獨專門的視頻 所以就不在這裡幫我作介紹 來看看這次的主角 這隻獨藤女可以說是這套 玻璃裏最漂亮的一隻 亦都是我覺得是不可怕難少有的經典 不同之前的那個 叫什麼 back girl 之前的back girl有一點點中獎 臉有一點點七面不平 但這隻就沒有了 個人覺得是好的 一個好開始 一隻腳 腰分了三折 這裡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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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浸了 我覺得都可以勉強扭得到 就不浸熱水 但我推薦都是浸熱水會比較好 那 手掌有一堆這個花 不知道它會不會出賣這個蝙蝠俠與羅賓裏面的造型 的背因 我也蠻期待 頭髮的紅色很鮮艷很漂亮 可以說是用鈕電來形容它 這一朵植物就是妝用架狗 即是它是浮雕 雕了出來之後再上色 這隻細節是OK的 看看車頭燈 車頭燈本身也不算滑 身材好 所以不算太明顯 都是稍微花花的 但是 咦 又不是喔 是垃圾了 但是OK 這隻東西就 那數體是1.0數體 其實都沒有說1.0數體 即是如今馬法蘭裏面說 因為馬法蘭的數體一直都是這樣 那麼 手那裏 它沒有替換手 沒有替換那些手型 但我又覺得OK 它跟鞋子寶 鞋子寶我覺得 缺少了手型 例如買一隻Garfield 比你兩隻噴蜘蛛絲的手 就不給拳頭手 那些就有點坑 但是馬法蘭這一隻 它那些手 可能是設計過 專門想過 我又覺得夠用 那麼腳那裏 那對比起鞋子寶 它是有少少出入的 為什麼呢 我對給大家看 它是比鞋子寶大隻很多 就是大概高半個身 比例上是不協調的 但是 如果你是玩開馬克法蘭 那就沒有影響 但是如果你是想混合來玩 即是 馬克法蘭配鞋子寶 那基本上沒有用 那就基本上這樣 那就 介紹到這裡就完結了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 拜拜